台东耀生国际在103年8月正式开始启用TT-free后 为了要更了解民众使用上的情形 台湾县政府特别由计划处处长于明勋 与中华电信廖鼓掌日前召开交流会 会中热烈讨论也有会员提出对TT-free的期待 在1月5号我们办了这个会员分享交流大会 其实会员蛮踊跃的 大概来了六七十位的会员 那他们针对他们在使用上面的经验 还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他们也提出来 那我们就技术层面 我们大概也都可以一一来回答 那其实整几的会员他们所面临到的问题 我们过去在这几个月 从8月底来到现在在将近5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大概陆陆续续都有发现同样的一些状况 因此我们透过这样的会员分享交流大会 我们汇集所有会员的问题 那加上我们过去累积的 那我们在会员大会之后的隔天 我们就开始进行三天的总体检 计划处处长也向大家说明 如果有任何问题 其实可以透过台东智慧城市脸书作为沟通平台 或者打免付费电话都可以做及时互动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总体检 把所有的问题我们能够做一次的解决 那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所有TT-Free的会员 能够在使用上面能够更为便捷 那所遇到的各式各样手机的状况 还有这些使用上面操作上面的不理解 这个部分我们都希望未来能够透过更多的宣传 让我们的使用者也能够很快的能够上手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会员大会 带来的一些正面的效果 目前TT-Free已经拥有将近六万个会员 希望未来能够继续让所有会员感到更便利 另外还有推出加值服务 像是台东智慧机旅行台东APP等 让已经是全国十大幸福城市的台东线 不断的升级 东南新闻番耀林台东市报导